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鈴媽媽 媽媽我超久沒有拍影片了 請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就不看我們影片喔 今天呢我們來介紹一個就是最近媽媽 我發現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我們不是都會想要買繪本給小孩看嗎 媽媽我就會發現很多繪本 它都是有沒有 蚊子啊 不然就是只有一些圖片 還不夠生動 就是我媽媽我比較就是浮誇一點 所以我就找到了這個系列的繪本 就是真的很浮誇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玩具書耶 爸爸你覺得呢 你知道嗎 一邊用一邊講故事 對 連媽媽我就是愛看書 我就覺得這個很有趣 比如說這一個是他教你上廁所的 你看 就真的有一個娃娃 然後坐在馬桶上 坐進來之後呢可以怎麼樣 還有包尿布耶好可愛喔 可以動手玩的感覺非常有互動感 你看包尿布 然後再來呢 媽媽要教他擦屁股嘛 你看 真的他這個衛生紙 他就做成那樣可以拉 就是微微的有一點就是 揪手你懂嗎 揪手叫 揪手 伸縮彈性帶 然後之後呢 喔媽媽教我洗手有沒有 哇你看 洗手 然後就有這個 喔洗手台 然後有水 然後一樣這個有 加上伸縮 非常的有趣 所以不會說死板板的一本書 好結束了 哈哈哈哈 還沒有幾頁 沒下來還有一本也很有趣 比較小朋友洗澡 這就是一個Baby 他圍著浴巾 大家可以把浴巾脫掉 湯巴鐵 沒穿衣服了 Baby他要帶圍兜吃東西嘛 然後吃這個滿身啊 然後滿地啊 亂七八糟的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很有趣的 是廚師 因為像我們弟弟很喜歡 很喜歡去廚房 然後就有個廚師有沒有 他有個圍裙 然後還有帽子 帽子還有聲音喔 有沒有 帽子還有聲音 接下來這個真的很好玩 他要做三明治 你知道嗎 是一個一個都可能要下來喔 那這個呢就是動物在農場 然後你看就是三隻動物 牛 牙 雞 這本比較不一樣 對 這一本互動性沒那麼大 我覺得很高啊 很高啊 很高啊 這本的玩法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小朋友看說 你看這邊是雞的家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母鬼單嘛 就是說你要住在這裡 然後小朋友就要找出小雞 把小雞放在這裡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的繪本介紹啦 那這些繪本呢 我是在 Muffinlove的網站上面買的 大家喜歡可以去買 是複書嗎 對是複書 然後他來咬 你也不會擔心說 破了一角然後吃下去 這樣子 嗯 他可以放去洗地洗 所以很方便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介紹啦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用按讚訂閱還有留言喔 掰掰 咪咪掰掰咧 咪咪掰掰 哇好棒喔 掰掰